巴西因為舉辦本屆世界盃賽事 成為全球矚目焦點 巴西隊的教練就出生在當地南部 牛仔的故鄉 當地人被稱為高卓人 外國媒體就特別走訪了這個地方 看看他們的文化和生活 全球風氏族 連巴西南部的牛仔高卓人也不例外 用傳統舞蹈慶祝勝利 巴西隊教練史克拉里 就來自這個牛仔的故鄉 阿西南部的高卓人依然過著傳統的畜牧生活 同樣以牛肉為主食用柴火烤肉 高卓過去是一個族群的名稱 到今天已經擴大為文化象徵 在節慶時高卓人住在自己搭建的木屋裡 身穿傳統服飾 面對傳統文化流失 當地人利用氏族賽宣傳節慶活動 希望吸引更多遊客 也提醒住在都市的年輕人 不要忘記自己的根 市族賽讓全球看見巴西 還有南美牛仔的特殊魅力